一望无际的荒原 所剩无几的水源 被火烧掉的地图 这是一场孤独的冒险 却是一场人生的重来 我是默默 3月的第一张电影票 献给了荒原 恰好啊 也是一个人看的电影 没有了交流 便沉浸在了电影之中 李成饰演的重来 任苏熙饰演的丛林 走入千里无人区 只为找寻失踪的父亲 满沫黄沙 风卷残云 一场沙尘暴 他们驾车逃离 但置身在这荒原中 人是如此的渺小 车被陷入了黄沙之中 人被分隔在宫里之外 这千里无人区 每一条裂缝 都可能是万丈深渊 每一个瞬间 都可能是最后一眼 死亡如影随形 无人认理了史诗 林阳腐烂的躯壳 父亲的离去 哥哥的谎言 一切的一切 让这个女人 走上了一条求生之路 一条外向上 是荒原求生 内向上是走出 灵魂暗夜的觉醒之路 从外向上 荒原求生的丛林 经历了分别 经历了哥哥的离去 经历了没有水喝的饥渴 在烈日炎炎的荒原上 每一次呼吸 都显得异常的用力 每一次的口渴 都同感到喉咙发痒 每一天 都是一次挑战 或者说 每一秒 在荒原都是一次挑战 从开头 对自己走出荒原的自信 到无意间 引发的火灾的慌乱 烧毁了地图和指南针 他开始意识到 这趟荒原的困难 却又不幸地 划伤了脚 当他将水淋淋的伤口 展现出来时 不由地让人吸了一口气 用白酒消毒时 整个影院 发出了同一个声音 而后 彻底没水 没食物的绝望 开始抓起 蚂蚁摄入微弱的能量 甚至抛弃自我 捏着鼻子 喝下自己的废水 只有生的渴望 只有救出哥哥的渴望 只有走出这片荒原的渴望 这种渴望 超越了性别 在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这种求生的片子 都是男性作为主导或者主演师 但却忽略了 其实女性也有能力征服荒原 因为生的信念 其实都一样 男人如山 女人似水 在男性求生电影中 我们看到的是英雄一般的顽强 而在这部女性求生电影中 却看到了水的柔和 坚毅 每一滴水 都是一个微观的海洋 看似逆来顺受 看似柔和平静 但在这平静中 却蕴含着海一般的能量 不管遇到什么 都能瘫过去的能量 当任淑西饰演的丛林 开始放下自己的杂念 开始向内去 找到求生的渴望 再次撕开伤口 用树枝 去刮掉腐肉 用尽一切力量 哪怕只为往前挪上几米 心 便跟着揪了下 直到她看到了光 脱去了身上的衣服 发出信号 无力道 喊不出求救 我听到了影院内 传来了啜泣的声音 我想那是除了 丛林求生意志 让人泪目以外 更是这一段 跨越荒原之旅 从来希望的喜悦泪水 电影从此刻的获救 和过往 让我不由地向内看去 每个人 都要穿过他们自己的荒原 总有那些至暗时刻 总有那些 你想得却不可得 总有那些 你抓耳挠 才无法找到的答案 总有那些 无人知晓的孤独 总有那些 午夜凌晨的泪水 那些躲在角落里 暗暗的发誓 那些藏在笔记中的 种种不甘 直到有一天 你开始正视 这片至暗的荒原 你开始带着伤疤 向外走去 你开始直面 人生某些血淋淋的伤口 你开始挖掉 那些腐坏的肉 你开始珍惜 每一束设计心中的光 有某种东西 开始在荒原生长 开始是一根小草 接着是一片小草 荒原开始有了绿色 至暗时刻有了光晕 丛林走出那片荒原 而那片荒原 成了丛林 也许这是导演 给任淑西 启明丛林的意义吧 我说默默 倘若有时间 这部荒原 适合静下来看看 在快时代的当下 走进这片荒原 走出这片荒原 别害怕 前方有光 只要努力活着 总会找到希望